长相奇特的野兽出现在美国人的眼中 美国人当然想第一时间将其带回去研究 可是万物皆有灵 体型巨大的怪物母亲叼起小宝宝就跑 但是他的翅膀却被美国人给打伤了 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将小宝宝藏好 自己独自一兽出去将美国人给引走 让小宝宝能够逃过人类的魔爪 可是饿了肚子的小怪兽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小帅的农场 小帅是农场主的孙子 在纽约长大的他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来到了墨西哥爷爷这边度假 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他从来没见过的小野兽 他在电视新闻里面看过这好像是一种叫做丘帕卡布拉的神奇动物 他的传说一直在 可是却从来没有人真正的见过他 没想到却被小帅在农场里面见到 小帅拿来了美味的大香肠招待丘帕 丘帕也拿出了他最珍贵的老鼠给小帅回 并且他还要看着小帅当场吃掉 被逼无奈的小帅也只能在丘帕期待的目光中 将老鼠干给吃了下去 紧接着小帅就将丘帕介绍给了自己的堂姐和堂弟认识 就这样他们三人一寿成为了好朋友 堂弟甚至还教丘帕如何展开翅膀尽情地飞翔 尽管效果不尽原意但是依然勇气可嘉 就在他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一个意外来客出现了他们的农场 而他就是追捕小丘帕的美国人 美国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被爷爷拦下后就离开了 却没想到他又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 没有意外地被他在仓库中发现了丘帕的存在 丘帕被打中了麻醉剂强行带走几个小朋友根本拦不住 于是小帅立刻跑回房间请来了爷爷 爷爷立刻就穿上了超人套装冲上前一个凌空飞梯 就将美国人踢飞了800米开外 紧接着他们都坐上车带着小丘帕回到峡谷 打算帮他找到自己的伐木类回归大自然 卡帕的叫声得到了同族的回应 于是就跟小帅道别向着族群跑去了 可没想到小帅一转身就看到了一只狮子向着他走来 小帅被逼地跑到了连接峡谷的管道上 正当小帅无路可退的时候 却没想到这事爷爷赶到 他用自己帅气的披风和无敌的气势吓跑了这头弓狮子 就在小帅以为危机解除了的时候 自己脚下的管道却在不停地坦坦 吓得小帅只能抓住了一旁的栏杆不断地求救 他的求救声传到了刚刚离去的小丘帕的耳中 立刻赶来的丘帕看着即将要掉下的小帅也下不了手 然而就在这时 栏杆断裂 小帅抓住了丘帕的尾巴一同地掉了下去 就在小帅与大家闭眼等死的时候 却没想到丘帕展开了翅膀带着小帅飞了起来 这见证了小丘帕成长和小帅转为为安的一刻 正当大家为之高兴就连小丘帕都手舞足蹈时 身后突然出现的美国人 从背后偷袭一针麻醉枪击中了丘帕 就这样美国人拿着先进的电机棒 在他们的眼前带走了丘帕 可就在美国人以为自己这次 可以满载而归回去数钱睡觉的时候 前方空中一只大丘帕从天而降落在了他的汽车面前 紧接着身后又来了一只 车顶也来了一只 总共三只大丘帕将美国人的整个汽车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三只大丘帕将要把汽车撕烂的时候 美国人抱着小丘帕逃出了汽车 吓得他步步后退时让爷爷找到了机会 一把抱住美国人并且将他制服 就这样就下了小丘帕让他能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了 小帅看着小丘帕随着自己的父母而远去 虽然不舍但是更多的却是为他而高兴 在故事的结尾小帅结束了自己在墨西哥的假期 坐飞机回到纽约的时候 他在飞机上看到了窗外飞过来跟他道别的小丘帕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